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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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各位喝台灣茶喝那麼久 也要了解一下台灣茶的故事 台灣茶怎麼來的 大家都覺得台灣茶歷史很久 其實台灣種茶的歷史根本就不久 所以台灣一個最重要的北迴歸線 從嘉義這邊經過 從嘉義這邊經過 所有從北迴歸線經過的地方 都是產好茶或是好咖啡的地方 包括南迴歸線跟北迴歸線都是 那台灣為什麼這麼豐富 因為從海拔零到玉山的3952 因為它的坡度海拔特別高 所以你看我們離山會有溫帶的水果 就是因為海拔的關係 那海拔的關係呢 落差非常大 所以中間會有一些的 我們稱它叫做微型氣候 就是這個區域裡面呢 剛好這個區來種茶 它的表現會最好 表現會最好 那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歷史 並不是很長 最重要從明末的時候 才開始 荷蘭人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漢人才 整個全台灣才多少 才1300個人 那大量的漢民移民進來 是誰移民的呢 你們猜看看 是鄭之龍移民的 因為荷蘭人進來 要跟日本做生意 他要開墾 所以他也沒有從荷蘭 調他們的移民過來 他就請海盜的鄭之龍 從福建 跟他那個人力仲介 找人過來 找人過來台灣 就這樣 所以台灣的歷史 本來就沒有很長 所以真正種茶的 這個都是連橫的 連橫 這個是從台灣通史裡面 記載下來 但是很難找到這個紀錄 很難找到這個 因為我找到的紀錄 最早種茶的在哪裡 在陽明山 真正有紀錄的是在陽明山 在陽明山 那這個是書上介紹的 信科德人從福建的五宜山 引清新烏龍的茶種 到台北的瑞芳來 好 那有一位信領的 就是請清新烏龍的 種在洞頂山 傳說這就是洞頂烏龍的開始 但是呢 這個以我爸爸跟我講說 這個根本就是歐北島的 因為真正種 露骨香種茶 是從民國六十年開始 茶葉都是這樣 你有名的 那前面要杜鑽一個故事 譬如說好最簡單的 大紅袍最有名 有名的 前面總共有一個故事 引他進來 就是說又種鑽炎 每個都種鑽炎 每個要種鑽炎的 路過五宜山又肚子痛 肚子痛的時候 又和上端一個大紅袍給他 喝了就好 然後去考就種鑽炎 鑽炎好像沒那麼好種 中國大陸人那麼多 每個都種鑽炎 然後回來 就把他披的那個袍子 掛在樹上 就叫大紅袍 那個都是歐北邊的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洞鼎烏龍有名的 據我爸爸跟我講說 民國六十五年 民國六十年左右才開始 入骨香 才開始種茶 這個從第二個告訴我的是誰 是現在已經退休的 茶改廠的 是民國六十三年 茶葉改良廠 派一個邱瑞騰 現在已經退休了 開始設立洞鼎工作站 是民國六十三年開始的 研究洞鼎烏龍 怎麼會從清代就開始 好這個就看一下就好了 好第三個 這個就是標準的 這個在台北市茶商工會裡面 就是有紀錄的 整個台灣第一個有工會的 是茶商工會 現在茶商工會 是流民船 當初要求所有的業者成立的 為什麼要求所有的業者成立 因為要外銷 你拿茶樣你拿茶樣 結果送到美國去的時候 裡面有放酒頭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你送給人家的樣本 跟送去的茶 兩個又對不起來 結果流民船就把所有的業者 找來來來來 你們這樣做生意這樣不行 就做一次 你們自己業者 自己成立一個組織 自己約束自己 你們的會員自己約束 不要生意只有做一次 你裡面放幾個頭 人家以後就不跟你買了 增加重量 所以第一個就是從流民船成立 台北市茶商工會上面的 就是從香港儀和公司 開始派人來 開始派人來 所以台灣茶的歷史跟流民船 有非常大的連結 非常大的連結 是因為開台北城是流民船 剛開始的台北的府衙 是在武昌街那邊 所以台北城之外 為什麼衙明山先種茶 然後開大稻城 淡水河那邊 就把通山口岸弄好 然後吸引外商 前來投資 我們現在不是在 政府不是在弄台北港嗎 就是跟流民船 一百多年前的道理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人家外商才會進來投資 外商進來投資 就是因為福建跟廣東那邊的茶不夠了 所以就有洋行就會派人來這裡種茶 就跟我們現在台灣的茶農 跑到越南去種茶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量不夠 現在台灣的消耗量有四萬 每一年台灣消耗量四萬四千噸 台灣一年的產量多少 一萬七千噸 不夠了怎麼辦 從外部進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講越南茶 因為你的量就是不夠 但是不用緊張 進來都是做飲料用的 絕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幾都做飲料用 高級茶的 現在量還是非常少 量還是非常少 最早的種茶是 台灣當成茶 做成初自 做茶還是越南茶山就要做成 一直採下來就要做成茶 我們稱那個叫初自茶 然後再運回來 運回對岸的福州 做精緻加工之後 再送出去 再外銷出去 結果人家這一位比較聰明說 那我這裡再把茶運到福州 再烘焙完 就運到美國去 來回兩座工 乾脆運人過來比較快 運人過來比較快 就把 就請 福州塞 我們做茶的那個 背地塞應該是福州塞 把福州請過來台灣 因為大部分都在北部 所以在北部設立一個 加工廠 我們稱它叫做精緻加工廠 所以整個茶的歷史 就在這個 這個英國商人的策劃這樣 就在北部地區成立的 北部地區成立的 所以為什麼外銷都在北 就在台北大道城那邊 就整個茶商就在這裡 好 那這個人呢 就原先試驗成功之後 就開始 就在邦嘎 就是接近那邊的地方 設立 設立精緻加工廠 然後用福爾摩沙茶的名義 來行銷 就用這個這樣的包裝 這樣的小盒的包裝 這個真正的都在 真正的食品都在台北市茶商工會 所有的工會裡面呢 就茶商工會 最有錢 真正的工會都在那裡募款 我們不用募款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的前輩 都外銷的 我們那時候剛做的時候 我們那個台北市工會的會員來說 欸 年輕人 你一包細鳥 你是要不要當時 我以前都規定的 就一個月一船 因為外銷的嘛 我說 不然現在你買規定 沒辦法 那時機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機不一樣了 沒辦法用這樣搞 現在沒有人要跟你買整船 人家買都買印度 都買斯里蘭卡的 所以早期還是用這樣包裝 用這樣包裝 你們有去台北故事館嗎 台北故事館 美術館旁邊那個 那個是茶商 一個茶商叫陳曹俊 在民國21年蓋的 那是他的家 然後從現在的美術館 到海霸王那個區域 是他的騎馬場 騎馬場 那他上班怎麼上班的 不是騎馬上班 坐船上班 台北故事館 不是走過 不是有那個碼頭嗎 那個 那個現在有踢網 他是坐船 到西吉林 到大道城 上班 以前茶商 後面會講 茶商在清末到日據 前半期 台灣的GDP 他佔百分之五十幾 都是茶商 尤其是北部的茶商 1895年後來因為 甲午戰爭 就整個變成日據時代 所以日本人也覺得 茶葉呢 是一個可以賺外匯的 的一個事業 所以他積極擴展 所以在 你看民國21年 你看 在日據的前半期 大概前25年 日本人把茶葉 那時候日據時代 現在台灣的整個是農業為主 三個 北部是茶葉 南部是糖 南糖 北茶 還有一個是什麼 蟑螂 這三個 最主要出口的大眾 那以茶就佔百分之五十幾 所以茶商那時候多有錢 再來之後呢 後面因為戰爭 就整個就沒落了 那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 他也覺得茶葉呢 是一個很值得做的 他也繼續發展 繼續發展 到後來到民國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的時候 因為土地跟人力的增加 就沒辦法了 那沒辦法怎麼辦 像這裡沒辦法怎麼辦 就一句話啊 外銷不行 就要轉內銷啊 那內銷怎麼辦 以前 茶是柴米油原醬醋茶 要有錢的才喝茶 那以前 台灣都還沒有開始富起來 怎麼喝茶 不知道怎麼喝啊 所以剛開始什麼 就舉辦優良茶比賽 那告訴大家說 你們不會選茶 沒關係 我們派裁判 來告訴大家 在民國六十幾年 在七十年到八十年的時候 為什麼茶藝在台灣這麼有名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剛好茶藝最有名的時候 紫砂湖啊 茶藝都一直進來 就是那時候 蔣經國十大建設 台灣剛好那個最有錢的時候 而且客廳就是工廠 所以客人來了 來參觀工廠 看東西 總不能白天就喝酒啊 喝酒是晚上的事啊 那怎麼辦 所以每一個桌有白一個泡茶的 好 這個是台灣的高山茶 各位一定要記得喔 真正的比賽茶 是從民國六十五年開始的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我拿一包比賽茶是民國六十三年 那就是糟糕的 意思就是說 都沒有特色就要拿來騙人 這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民國七十一年的時候 整個經濟起來了 所以比賽茶 比賽茶的價格變高了 像民國七十一年七十二年的時候 在鹿古香農會 一斤喔 冠軍茶 冠軍茶叫特等的 五萬塊台幣 五萬塊在民國七十一年 在鹿古香可以買整棟的房子 那一次呢 一個茶農 講過去是二十一斤半 然後有半斤 是當茶一樣的 像我們這樣 要拿來給裁判看的 那一斤呢 被農會熬去 所以鹿古香農會 是整個台灣裡面 最好的 好 那五萬塊一斤 第二名呢 兩萬五 兩萬五 再來再一路打對者下來 那我告訴各位 我去年去比賽的時候呢 四百六十四杯 最後抓七杯 就大家覺得 差不多 因為比賽規則要一個第一名 要一個第二名嘛 總要把名次擺起來 好那七杯呢 重新泡 再泡一次 我們大家覺得這七杯是 已經等級以上了 只有抓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就這樣而已 那七杯重新泡 重新泡喔 把它全部散開 重新泡一次 重新喝一次 結果呢 最後出來 為什麼我這樣講七杯 就是那七杯 其實等級差一點點 結果那七杯 有六杯 是同一個人做的 他來考裁判的 因為報名都是三天嘛 比如說我今天 明天 我今天用你的名字報 明天用我兒子的 用我女兒的 或用爸爸媽媽 都是這樣 去報 他不同時間報 所以那個會 那個號碼會落在不同的地方 看你裁判有沒有公益 把它抓出來 結果六個是同一個人 結果第一名五萬塊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以後不要買第一名的 第一名跟第一名 其實那只是差一點點而已 而且最後變成什麼 我們五個人公益 公益會有一個 但是裡面會有一個主神 就是他最資深的 我們大家覺得差不多 最後是憑喜好 有的人比較喜歡 回甘比較強的 有的人喜歡 花香比較強 如果僵持不下 主神說這個第一名 這個第一名就第一名了 因為他是主神嘛 就這樣 所以第一名第二名 為什麼五個會僵持不下 就差不多了 所以不用花那麼多錢 買第一名的 買第二名或第三名就好 好喝 我們做一個 好喝 但是這紋 是製作人 就這次製作人